睡得腰声疼 吃得知反胃 脑袋知迷糊 瞅啥啥不对 追求了一辈子幸福 最到手明白了 幸福是什么 答 幸福就是遭罪 有人花钱吃喝 有人花钱点歌 有人花钱美容 有人花钱按摩 今儿我顾个好活 有人花钱 顾我陪人唠嗑 哎呀 儿子说 给我找个人 九点钟到位 这地方拐弯摸角的 这才找对 谁呀 是我 大哥 哎呀妈 这小声挺甜的 含糖量挺高的 最起码四个家号 我的妈呀 这小声音小老太太呀 别客气叫大妹子就行 叫马甘然啊 这屋里就你一人啊 那屋还有一小狗 那就是你了 啊 你儿子说了 打我出门时候起倒计时 刚才路上堵火车 现在离一个钟头还有十五分钟 抓紧时间吧 啊 干啥呀 我们的钟子就是主动热情 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 赶紧知道吧 我先把它脱了 大妹子 大妹子 快点吧 没时间了 你不行 你 你等明白你干啥呀 你坐下 不行 大妹子 大妹子 我心脏不好 我心脏不好 腼腆型的 这么的吧 我先给你出两道幽默智力品 一来呢 测验一下你的智商 二来呢 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 挺好啊 可遭笑的 说 我要把大象装冰箱 总共分几步 三步 第一步 把冰箱门打开 第二步 把大象装进去 第三步 把冰箱门带上 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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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看我都笑成这样了 你咋不笑呢 笑啥呀你 没有幽默感啊 我再给你出道题 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 缓大会儿哪个动物没有来 大乡没在冰箱里头关着呢 可笑死我了 可累死我了 喂 大妹子 咱别笑了行不行 咱弄明白 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还在笑 陪你说说话 陪你聊聊天 陪你唠唠嗑 三陪啊 说啥呢 大妹子我确实不明白你 你不明白你问啊 我告诉你 我们的工作 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 往小了说叫终点工 在国外叫赛考类这次特 桑医生中文是心理医生 啥也不懂走啦 伤自尊啦 大妹子 你说我这个人啊 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子 好容易找了个人 还让我给伤走了 回来 拿钱 啥钱 你儿子说一钟头四十 到一钟头了 哦 给你五十 拿零钱 我没零的 拿零的 我没零钱 就都给你了 大妹子 我多要你十块钱啊 拿零的 你找不开 我也没零的 那你就再陪我 烙十块钱的吧 那我就再忍十块钱的 好好好 大妹子请坐 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 向你道歉 坐 抽烟吗 不会 喝水呢 自卑 吃水果 反胃 干啥呢 干啥你说呗 烙吧 烙吧 反正十块钱的 都是你消费 这样吧 大妹子 我跟你讲个小笑话 招笑 打开一下尴尬局面 这笑话老招笑的 我这半辈子 就指这笑话活子了 说 有一只老虎 被蛇咬了一口 老虎急了 就想把这蛇踩死 追啊 追追追追 追到一个小河边 这蛇 砖水里去了 老虎就在河样上 就这么挡 小样子就不信 你不出来 不一会儿 从里边 钻出了一只王八 老虎上下就把它 摁住了 小样子 你穿个马甲 我就不认识你了 大妹子 我重讲啊 我讲错了啊 我 不对 是一个王八 砖水里去了 我还是除了一条蛇 老虎说的 你把马甲脱了 我照样认识你 阿妹子 你看你 我 我跟你讲笑话 你老整个马甲 配合我干啥 走嘞 太伤自尊了 大妹子 马甲 来 你还我 对了 你拿来 我穿一扇行吗 干啥呀 你讲 讲啥呀 你就讲 这蛇砖水里去了 不一会儿 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 大妹乐乐 你说你这大哥呀 你这不听懂幽默你吗 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 说实话大妹子 原来呀 我在农村 我在农村的老头老太太呀 那哥们弟兄多呀 那我是焦点呢 后来那儿子为了孝顺我 他在城里挣点钱 就把我接城里来了 这一进城就全变了 也没人说话了 也没人唠嗝了 别说了大哥 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 我把老年人分析的 那是相当深刻呀 嗯 我给老年人 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你说说 感情失落型 类分泌刺条型 老年痴呆型 那我属于哪种型呢 这三种你都不属于 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 太对了 啊 屋里太憋气了 你到城里来 谁都不是 你说你没事 你出去走走 下下棋扭扭阳哥 别提了 嗯 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 我就上大街溜一溜 嗯 不大会儿看着广场 有一口大阳哥 嗯 这把我眼馋的 扭着 我嘻了糊涂就跟他下场的 嗯 刚扭两步过来 撒老头要揍我 为啥呢 说我跟着那俩太太飞眼来 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 你跟人非啥眼是吗 不可能 扭大阉哥 那上了劲 那我就做俩动作 我就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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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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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飞眼吗 这还不算飞眼 你眼睛再大点 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是吗 你呀 你指定是瞅着老太太长得漂亮了 你拉倒吧 她漂亮我还一顿揍还直呢 还漂亮 那老太太长得低 你还难看你 啊不是 我说她没有你难看 你呀比她难看呢 大妹子 我老伤你自识问你说 大哥你别说了 你到底是啥类型 我是百分之百看清楚 啥类型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 没事找抽型的 大妹子 说心里话 活到六十来岁了 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 突然自己变哑巴了 不知道咋玩了 你就拉倒吧 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 我多年不打鱼了 还哪有网咧 那么多年了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 电网啊 电脑上网 电脑网啊 啥网啊 英特尔网啊 我明白了 你说的是高科技 英特尔网可以网上聊天 行 但是那电脑钱贵啊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 你看我 浑身上下都名牌 我这鞋 阿迪达的 裤子 普希金的 衣裳 克林顿的 皮带叶利琴的 你再瞧我 我这兜里头用的 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 美国著名歌星 麦当纳抹杀我抹杀 麦当纳是谁 你不认识啊 他妹妹你指定熟悉 谁呢 麦当老们 我吃过 我的孙子 大妹子 名牌 我太羡慕你 有钱 有钱 我太羡慕你 是 今天咱俩妹白接触 咱的 明天你就带着我 干啥呀 我跟你走 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 你不行 我不挣钱 我就闹一乐行不 你是老板 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 你这样 我背个包 哎呀你哪行呢 你看吧 指定行 不就拿这杯子吗 现在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你看我行不行 你干啥呀 这是 谁呀 刘德华 就你啊 找人唠嗑啊 怎么去 你要吃有吃 要喝有喝 儿子孝顺 媳妇没说 还花财 故人陪你唠嗑 我看你是没事吃饱撑着地行 赶紧出去 你这么好的日子 你咋还总度高兴呢 干嘛呀 我说明白了 老年人呐 老年人呐 到老了得自早有热 对 得出去 对 今天我见到你 我怎么说呀 怎么的 感谢 谢谢啥 半年了 半年了我没有这么高兴过 半年了 没说过这些话 真的呀 谢谢 啥也不说 非常感谢你 你大哥 你抽烟吗 我不喝水 你喝水吧 我不抽烟 你坐呗 我不坐了 那什么大面子 你忙着我得回去了 这是你家呀 可不是呀